前進新世界悶你大自由 大家好 我是沁宜 我們就要帶您前進這個中國限定力 再繼續衝擊咱們台股的世界 我們看到這個恆大的這個線 好不容易讓大家稍微情緒緩和了一下 沒有想到中國限定再一次讓經濟雪上加霜 那麼今天台股繼續線在這個整理盤 下跌了132點 到底接下來的後市怎麼看 你手上的股票是深在險境嗎 那麼另一方面來看 大家看到今天的國會電腦 也覺得很昏頭頭很灰 一片黑暗 到底藍綠在炒什麼呢 今天看到推擠潑水樣樣都來 大家大罵 這根本是在納費納稅人的錢吧 炒什麼待會兒解析給你聽 馬上先介紹我們今天現場來賓 這邊是我們財經專家石聰哥歡迎 你好 惠正歡迎 大家好 股民百優姐 阿斯佩林歡迎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 盛媒歡迎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到今天一連串一些最新的消息 首先來看就是 沒有想到這個中國限定力的市主 就是中國今天自己的股市反而是翻紅的小漲 但是台股繼續驚嚇 今天這個盤中下跌一度超過150點 賣壓承重失守了半年限 這是在盤中的情況 到底後市該怎麼看 那另一方面來看 這個中國限定力現在台商在怕什麼 怕掀起新一波的完美風暴 認為甚至比缺料還恐怖 而今天立法院也是一片黑暗 因為背一個這個格魁的市政報告 攔回水席 讓這個格魁也氣了怒了 另一方面來看這個監管的最新動向 中國現在這個管到什麼了呢 這是美容貸 一堆醫美的這個美容貸款 這個亂七八糟 中國現在也要開始管了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台股方面 阿斯佩林我們快來關心 有這麼一句話 是 野鳥入廟 設計為虛 大家在說之前天安門 不是有個黑天鵝嗎 想說這一隻在指誰啊 搞了半天黑天鵝難道就是他嗎 習大大 是習大大本人就是本尊嗎 為什麼這麼說 現在恆大的危機怎麼化解 全世界還在看 那麼紐約時報現在的報導是說 中國目前的態度是還在看 沒有想完全介入 希望用恆大來警告其他的企業 希望給其他一個慘痛的教訓 那麼恆大其實給的是全球投資人 都一個蠻大的教訓 對 那另一方面來看中國最近在幹嘛 說這個虛擬貨幣 不行 不承認 所以現在全球最大加密貨幣的交易所 現在紛紛也宣布 停止接受中國帳戶的註冊 這個就很嚴重 這個很嚴重 比特幣其實這兩天也是都大跌 因為大陸的資金 想要從大陸裡面跑出去 都要靠虛擬貨幣 對不對 大陸馬上把這個門關起來 那是非常的嚴重 OK 好 那另外一樣 現在缺電疫情減產危機 又限電 所以中國的GDP 現在是繼續往下修 實在是看不懂 中國經濟可以挨得了 這麼一季又一季的重拳嗎 這個就是他的共同富裕政策 對不對 共同富裕 我們這邊儘管會自己都示警 共同富裕其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訊號 中國現在是不斷對全世界都在講 他們現在共同富裕 大家一起富起來 什麼意思 大家一起這個有錢的 全要捐出來 所以很多企業會被整頓 會被監管會被整付 所以是全世界的警訊 沒錯 他的共同富裕是說 讓有錢人的錢變少 對 那窮人變多了 窮人是的確很多 但是對於資本市場 大家會嚇到 那也是讓有錢人共同變窮 所以這隻黑天鵝是指什麼 是指恆大嗎 指限電令嗎 指習大大本人嗎 感覺就是中國不斷的不斷的出招 在整治這個資本市場 面對的就是資本市場 那我們投資人最害怕的就是資本市場 受到這個傷害了 所以市場現在都在觀望 觀望這個風暴什麼時候爆這樣子 那事實上這個恆大的風暴沒有解決 那沒有解決為什麼沒有爆 事實上他倒數十九八 其實為什麼要倒數 讓有心的人 讓知道很嚴重的人 趕快跑出去 所以你看整個臺股 也進入一個上下震盪的整理 其實我們之前都說過 他可能就會在整理盤 對 他就越來越壓縮 越來越壓縮對不對 那我們說這個地方一萬五 到這個地方一萬八 這個震盪幅度是高達三千點 三千點壓縮過後 如果往上突破 就是再加三千 這一萬七加三千就剛好兩萬 那如果往下不錯 不信往下的話 就一萬七再扣三千 一萬七來三千一萬四 對一萬四 所以要嘛就破一萬八 我們說的蜜蜂丁太恐怖了 對是兩個方向出來 你一定要跟上 如果你沒有跟上 都往下 上下都是大行情 對所以現在還看不出來嗎 還在看 其實大概有蹊跷 你看說現在全球 美國準備緊縮資金 大陸在修理資本市場 到底有什麼理由 有沒有找到那些微的理由說 往上可以到兩萬點 看起來是沒有啦 對不對 所以看起來是有點擔憂 你是覺得往下比較可能 對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 稻窮指數 事實上它是已經跌破了這條 很長期的什麼上升趨勢線 對不對 美國目前來看是最強的國家 對不對 但是在美元這麼強勁的情況下 美元之間都在升值 結果美股竟然開始往下走弱 所以這是要留意的一個情況 說那個大陸去修理很大 事實上對稻窮 對美國的一些企業影響很大嗎 基本上幾乎沒有影響啊對不對 但是稻窮還是因為這樣跌喔對不對 表示說他什麼 他在擔憂 其他的資金緊縮的一些政策 所以在這個稻窮 除非他可以站上這條紫色的季線 對 我們才能稍稍的緩一口氣喔 如果沒有 還是要留意 目前只是一個反彈的格局啦 ok 那中國緊張 稻窮這邊也沒有穩 對 所以當全球動盪的時候 什麼貨幣會最強 美元 美元指數指數會最強啦 所以可以看到 美元是也是突破了 跟美股剛好相反 他突破一條下降的趨勢線 而且你看現在 他來到前面的高點了啦 準備要什麼做突破 什麼時候突破 他當他全球股市準備進入新的動盪的時候 他就會往上突破 而且你看他如果往上突破不得了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什麼WD 所有人都知道 全世界也都知道 一旦美元指數給他突破 這麼大的WD 再往上加一個 那就很大的一個行情 美元指數有大行情 當然什麼 股市就會有比較大的修正 所以現在就還沒有 大家都蓄勢待發 時間點什麼時候可能不知道 但是感覺是在倒數當中 ok 所以你現在覺得 我們現在是要膽戰性侵的時刻 現在是現今為王 今天不要持股太多 不然你會很辛苦這樣子 已經這樣 今天盤跌已經有點緊張了 中華你講這個 到底該怎麼辦 我們剛才講 中國在限電 那臺灣也是 今天很多人這個很半天被熱醒 還在笑人家說 既然限電 結果我們既然二十三萬戶 清晨無預警停電 他在學人家嗎 怎麼奇怪 這麼剛好 今天查到是因為這個變電所有 這個變壓器跳脫的問題 那高雄男子一樣也是晚間突然停電 差不多有四千多戶受影響 那這一些一樣限電 停電已經覺得很不開心了 限電有沒有什麼可以投資的機會 是有啦 是有 但是那個限電這個部分 我現在還是給大家 帶來一首 這個是讓每個人都心碎 城市一片漆黑 誰都不能看見誰 連紅綠燈都調點 忽然說要限電 電子公司就真的很虧 忽然沒那麼多的貨櫃 我說過買航運可能後悔 每些運價開始跳碎 股票怎麼讓每個人都心碎 怎麼去安慰 股票怎麼讓每個人都流淚 你買的股票有虧錢 會停順才是活力 生悲 希望阿斯平你的歌聲有安慰 療癒一下大家的心 對對對 我很努力了 還是沒有破音好不好 這個下次再唱更高一點 股票讓每個人都心碎 其實唱很多重點 對不對 因為現在什麼大陸限電 對不對 大陸限電 然後很多電子公司就停產 還是有公司受賄 對不對為什麼 因為大陸的一些紫薑的公司 也被勒令 那個禁止一些營業的這個時間 對不對 但是在這個限電之前 紫價就準備漲了 已經準備要上漲 結果你一個限制他們的產能 他漲得怎麼樣 就更明顯 所以你可以看到昨天 昨天那個因為限電 一片綠油油的情況下 造紫類股是一馬當先 成交量也出來 股價也是全面的類股 大漲了 今天滑指是再度往上漲 今天大盤是大跌的情況下 對不對 所有的股票大部分是小跌或大跌 滑指今天大概還是漲了快四個百分點 那就要後續觀察 如果這個紫類的報價 的確的往上漲的話 你就觀察他的領頭羊 目前紫類是最強的就是滑指 如果今天會有一些隔日沖的賣壓 賣壓過後 如果明天滑指繼續往上的攻堅代表什麼 造紫類股可能會玩真的 他的報價的確會被逼得怎麼樣 明顯的往上漲 但是運價反而是往下跌 對不對 所以大家喜歡玩什麼 玩什麼 漲價概念股的話 目前比較明顯的算是指價 所以要留意一下 這會持續一段時間 你就算不買滑指 如果你家裡現在怎麼樣 那個衛生紙有點缺的 趕快先買 因為我們台灣人 一旦看到新聞說 那個紫漿要漲 那個衛生紙要漲 瞬間你就買不到對不對 不是多貴的問題 是你瞬間就買不到了 所以那個可以先 補一點貨這樣子 但是 這都是短期的效應 有一個類股是 比較明顯的趨勢出現 最近有 有 我們說在美元升值的情況下 黃金若 美元計價的黃金若 美元計價的白銀若 美元計價的原油 還在往上走 代表什麼更貴 你看你用臺幣要買原油 那個黃 那個美元漲成本就變高 原油股價漲 你成本就變高 是兩邊都在變高 所以最近那個加油 在門口都很多車 因為很怕那個油價隨時說漲 就漲 所以油價漲的這個趨勢 這麼明顯 臺灣就有一個類股 特別的強勢 就塑化類股 你看他突破了一個很長的下降趨勢線 而且你看你右下角 成交量 也是明顯的放大了 最近台股是沒量 今天才兩千五兩千六百億 不到 跌成這樣子 還是沒人要低接 但是竟然有人願意去追高 這個塑膠類股 最近大盤都是靠台塑在稱盤 如果台塑跌的話 那個大盤就完蛋了 所以目前塑膠類股是完全受惠原油上漲的這個背景 所以他講紫類股 報價在上漲 塑膠類股 有價也在上漲 而且這是很明顯的這個漲價概念股 最近也可以看到 那個最近的法人這五天大盤是動盪 但是你看他對於塑化塑膠類股 很明顯的 那個法人五天南全部都是站在買方 對不對 尤其是像台塑南亞 這種大的公司 外資是不斷的不斷的在做買進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 塑膠類股 而且很簡單 你根本不用看基本面 就只要看原油的報價就好了 原油報價一直往上走 他們就會一直往上走 就完全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找個三檔股票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第一檔台塑 你看台塑過去一段時間 都幾乎沒有動 但最近你看他漲得奪兇 通常第四季都有作詐行情 也有作詐行情 所以剛好就順勢 如果油價一直維持高檔 這個塑化類股 就會有作詐的一個行情 那你可以看 擦錯方式呢 擦錯方式最好是等壓回 你說油價天天漲不可能 對不對 可能漲一漲還有壓回 如果壓回到靠近治療 綠色的月線 你可以進場 像這個多頭格局 來到這個月線附近 就是可以低接 月線附近就是可以做低接 風險會比較低 那你可以還要另外還要注意 外資法人的籌碼 是不是一直在買進 你看他從這個去年 就一路買一路買 沒有在賣的 已經買到現在創新高了 所以目前是少數類股 籌碼非常穩定的 所以除非你可以看到法人這樣 這個地方連續性的調節 那你再要小心一些 可能法人變得比較保守 如果法人最近都是天天買 天天買 那你就等他量縮整理的時候 那再來做布局 那不只這一檔 你可以看到像南亞對不對 最新的這樣 他突破了過去兩三個月來的高 高點最高點 就是等於說突破了一萬八的高點 最近的股票哪一檔 可以讓大家三個月內買的人都幾套很少 那問題是誰會去買南亞 過去三個月四個月 誰會去買台塑南亞 到現在還是沒有人要買 他是很冷門的一個股票 但是越冷門股價表現越好 你天啊都是法人一路的往上做買進 總之呢沒有人要買對不對 再次告訴大家 不要說這個熱頭上去追那些強勢主流股 沒錯 有時候會容易受傷 那現在這個時候呢 他又變成是法人索馬創新高的股票 可以追嗎 事實上像台塑南亞你要買是比較OK的 像台塑已經漲很多了 南亞相對創新高 那漲幅不大 所以你可以先買一點 還沒有漲很多的南亞 是比較安全的 就是南亞就算要修正也跌不多 所以你先買一點點在南亞 如果一起跌的時候呢 那台塑會跌比較多 那你就可以再去買一點台塑這樣子 那如果油價你先回檔的話 真的轉轉弱的話 你在出場就好了 風險會比較低啦 那如果你覺得你要波動比較大的 你可以看到 亞聚 亞聚 中小型的 表現也非常好 你看哇 對啊 漲勢就更兇猛 當然難度就更高 他的波動就更大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追高你的那個手腳要很快 所以你看不但法人大買 融資也是大買 所以像這種的股票波動就比較大 所以就等他明顯的壓回 靠近十日線 這是月線 靠近中 接近月線 大概十日線附近 然後再做佈局 可能會比較安全一些 ok 再好的股票 再好的趨勢 等到這個價錢比較合理的時候 買了比較不會受傷 對 方向給大家一個參考 ok 我們今天還要教學 這個我們常說要跟著籌碼走 跟著外資走 但有時候會覺得看不見 外資在搞什麼 對啊 外資不都是很缺密的這個分析嗎 對不對 這個手上的持股 這個也不會看那麼多檔精挑細選 為什麼有時候看到外資一下買一下賣 對 這是在幹嘛 我們怎麼樣觀察 他們就覺得說外資可以這樣買了又賣 賣了又買嗎 這是外資嗎 這是真的外資嗎 通常他就是假外資 根本就是gay 因為很多大戶資金 就匯到國外 你去國外的券商 開完戶 錢匯到國外 從國外透過他的外資的賬戶 進來下單 你就是外資了 所以都是臺灣人 現在都是臺灣人 現在很多什麼假外資 那這些假外資怎麼樣 他拿來做隔日沖 為什麼 因為我如果在某個分點 一些什麼凱基信義 那些都被市場盯上了 你在凱基信義買進 大概八成隔天就會賣出 所以他那個他那個主力就被盯上 所以我透過外資的賬商 買進 第一 你就不知道是誰 第二 你還會覺得這個股票很好 你覺得外資大買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外資忽然大買 都不要太高興 外資買一檔股票 他第一 他不會忽然大買 他買一定是慢慢買慢慢買 因為外資買一檔股票 起碼要一個月到三個月 就我們剛才看到台售 他看好台售 他買了三個月 他很密集的買 這種才是真的外資 忽然大買的通常都是假外資 那但是也有一種可能 外資買了很多 就股票竟然不會漲 最後還下跌 為什麼 因為外資有兩隻手 什麼意思 外資除了左手的多單 還有右手的什麼空單 所以外資事實上還有一個空軍一號 叫什麼 借券買出 你知道台灣一般的投資人 可以融資就跟券商借錢買股票 如果覺得這股票不好 你也可以融券跟券商借股票來賣掉 放空 因為我們台灣外資是有限制的 你不能在盤中跟券商借股票給外資 讓外資來放空 不行 外資只能透過借券 對外資只能透過借券 借券很麻煩 他必須在收盤後 現在已經收盤盤了 對 外資要去問券商 有沒有願意借我股票 那借到還沒有賣 借到只是從他的戶頭轉到外資的戶頭 這個叫什麼 借券成交 借到成交 譬如說借到了一千張台積電 一萬張台積電隔天或明後天 我覺得台積電不好的時候 我才能在盤中把借到的股票賣掉 這個叫什麼 借券賣出 所以外資平常有事沒事 就多借個一兩百萬張放著 那不然等他看空的時候 再借就來不及了 所以外資的左手的空單叫做借券賣出 右手是現貨買進 所以有時候他現貨一直買 就他借券賣出 一直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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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麼 因為我們買十張台積電不會漲 正常對不對 我們買台積電不會漲是正常 那外資如果買五萬張台積電不會漲 會發抖 一直一千張一千張敲 台積電都不漲 這時候你就怎麼辦 趕快借券也賣一些 自己索單一下這樣子 因為他知道賣壓很重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怎麼看 怎麼看外資的動作 所以給大家看 外資要兩隻手 左右手都同方向才會有大行情 我們這個裡面就是紅色線呢 是外資的現貨累積買賣超 那這個綠色的是借券的賣出餘額 就是外資的空單部位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呢 雖然外資的現貨一直往下賣 一直往下賣 你覺得外資很空啊 對不對 所以你覺得這個地方外資很空 應該要大跌 就去看他的綠色的借券 也一直回補 一直回補 代表什麼 代表他空單先回補以後 他知道外資後面可能會怎麼樣 現貨會買斷 因為假設我知道說 大概一個月後 會有一筆資金進來 大買台積電三十萬張 那我現在空單怎麼樣 趕快回補啊 我補完了以後呢 現貨才會開始買進啊 對不對 結果買進了以後呢 你就看到這個地方現貨買進 指數漲就好高興 外資終於歸對了 外資可能要漲到兩三萬的 結果沒有 外資在現貨買的時候呢 借券一直增加 對不對 他也是買假的 他一邊買的時候呢 空單一直增加 對 所以這個時候兩邊不同方向 就是說 多單在做多 空單又增加 這個行情就不是真的大行情 但是你可以看到 當現貨開始賣超 他是看空 結果空單也在增加 兩隻手都在做空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小心看 果然就是一個大跌的行情 就要特別小心 找兩檔給大家看 像華航 之前外資都看不好 這兩天好一點 對 外資最近他的借券的空單開始回補 就現貨的部分呢 最近五天有四天都是站在買方 可能覺得說台灣的疫情減緩了 是不是有出國的需求 這個是外資在觀賬 但是還是會持續變化 對 只是說短線上可以看到相對 有指紋的一個跡象 相對之下呢 你可以看到旺宏 這個低潤整體都是沒有那麼好的 對外資的這個借券開始增加 現貨本來買進 後來怎麼樣又轉為賣出 股價也是跌破了所有均線 所以技術面走空 籌碼面也是不好 所以像這種股票呢 我們就要避開會比較好 OK 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從這外資的這個進出變化 如果同方向的話 可能是大行情 那如果這方向不同的話 可能還繼續這個整理盤整當中 我們要來看中國的這個限電令 在中國這邊造成的一連串的亂象 平常我們常看有些這個po一些批評 民怨會被刪掉 現在連自己的網友都看不下去 沒錯 事實上這幾天的這個中國限電 特別是在中國東北出現 非常多民生限電的這個狀況 你可以看到這是什麼 他們在喊樓 我們知道之前不是他們被關在家裡面 在喊說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現在又來了 另外一種限電版喊樓 因為沒有電 沒有電這個人喊什麼 哎呀我要中暑啦 因為他中暑 而且你知道 因為目前的這個整個電力缺乏的時候 他在家裡面也沒事幹 因為目前很多地方 原本我們在家裡面 如果沒電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玩這個 包括手機啊 看看這個電腦啊 看看這個劇情 結果沒想到 他們說原本用3G手機看了 現在已經降頻降到2G 因為沒有電的關係 很多機器材都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你看他們在那邊喊 大家都在這個門口 為什麼在門口 因為裡面房間太熱 我只能夠在戶外在這個地方 能夠層層兩 這目前現在整個東北的這個狀況 那除了這個東北之外 你看你看現在這個 整個家裡面 完全都是都沒有電停電的這個情形 這是在東北方面這樣的狀況 另外還有什麼 因為要臨時停電 停電它是非常臨時 所以其實你知道 有些家戶 他們要出門去坐電梯 下來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 他們被困在電梯裡面 你看他們一家人準備要去吃飯 結果完全都被困在電梯裡面 他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就打電話 也沒有人 有人印 但是他也沒辦法趕過來 然後四個人被困在這個電梯裡面 他說 幸好後來他發現他的手機有訊號 趕快打電話給他的相關的人員 然後後來 經過一番的折騰之後 就把他們救了出去 好 那你知道 事實上就是救個有趣的現象來了 因為他們這幾天的有非常多 因為臨時停電 很多人被困在電梯裡面 結果這樣央視 居然就播了一個一則新聞 這個新聞幹什麼 真的太有趣了 他教你怎麼脫困 電梯脫困 他說什麼 我們現在電梯裡面 你不要緊張 你要怎麼做 你看他教你 他還請那個相關的消防隊員來解釋 就是說如果你停電的時候 第一個你不要恐慌 你要確保說 這個電梯裡面 這個所謂通風系統還在通風 那你要講 你要站在這個電梯的旁邊 你看他要示範給你看 要貼緊這個牆壁 然後手要放下 不要太緊張 這樣的狀況 然後要等待救援 等待人在救援 你看在牆壁這樣 等待人在救援 按下這個 外面很多手還沒地方擺 對 沒辦法 那他們就是說 反正他們的作法 他們現在也很擔心 這會到處發生 那除了這個之外 在比較南邊的這些地方 主要是工業地帶比較多了 他現在也缺電 那缺電了怎麼辦呢 現在就沒有發現到說 因為沒有辦法有電 沒有辦法有電 這個機體跑不起來 用什麼 你可以看到 他們用手動 手動的方式在那邊腳 讓整個電 用這個方式 讓這個所謂輸送帶能夠動 那除了這個輸送帶能夠動之外 他們就覺得說 因為缺電的整個關係來說 很多工廠 目前都處於一個停工的這個局面 那停工的局面的話 很多人就徘徊在外面 他說因為沒有地方可以工作 你看沒有地方可以工作 你看這就是一些非常多 你看這民眾 他們都因為沒有工作做 然後他們在外面徘徊 就找工作 因為現在很多公司 完全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營運 甚至我們講 很多這個 他現在的電是 工一休六 或是工二休五 甚至一天來說的話 是從晚上12點之後 工到早上8點給你電 所以他們這些原本要打零時工的 現在沒有工作可以做 所以你看 在整個中國南邊 特別是在靠近這個東莞 深圳這一帶 很多地方的 都沒有辦法找工作 很多人在這個地方徘徊 但事實上 中國現在到底限電多嚴重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圈出來的這個畫面來說的話 大概目前中國已經有20省 20個省 都出現到這個所謂限電的狀況 那限電的狀況的時候 人家就問說 問相關的人事說 那請問什麼時候才能夠解決這樣的狀況 現在東北跟你說得最明白 東北他們就直接說 因為我們缺電的關係 也會缺水 那你具體的改善期間 要等到明年的3月 所以他想明年3月 那其實很多很多省市都是告訴你說 這個恐怕不是短時間能夠解決 雖然說我們台上最近接到的這個命令 是說到9月30號為止 但是10月1號以後 有可能再來 對有可能再來 為什麼 因為現在明年2月 中國要辦冬奧 那東澳來說我們講 過去不是有所謂APEC欄嗎 那東澳的話 當然也要東澳欄 所以到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什麼時候會停止這個所謂的雙 雙號的能耗雙控的這個局面來說 我覺得短時間之內是不會解決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 現在就有人要蹭這個議題 那就是黃安 那黃安就說你看 他自己 他沒想到這一次蹭完就被罵了 對他嘴巴真的是也是蠻大的 他就說 這個很多省份出現限電 像是江蘇 山東 廣東這些生產大省 限電必然導致這個降低產能 那甚至停產 難道是我們這樣做嗎 不是 他說國家的長遠布局 用心良苦 為了是逼國際原物料必須降價 防止美國拿美超來 這個算是來割我們的韭菜 把我們的羊毛割走這樣一個狀況 結果這就是典型的超前部署 這樣的特殊時期 咱們更要配合國家的動作 做好個人生活的管控 咱們不用太擔心 美國肯德基麥當勞都因為 所以他這樣講 很多民眾出來打他臉 什麼國家管控 我們都缺電 沒有電的話 我們很多人都說 小粉紅沒有電 怎麼上網 沒辦法上網 沒有 小粉紅沒有電就沒有生命了 所以最近可能我們網友 被攻擊的就會比較少 因為小粉紅沒有辦法上網 另外很多人說 你來試試看 我們家住在二十六樓 你叫我從一樓爬到二十六樓 那很多冬天 譬如說像東北 東北現在很多地方 已經降到十度以下 沒有冷氣沒有暖氣很冷 那南方地方沒有冷氣很熱 所以他事實上 他這一番言論出來 都被大家輪流的打臉 所以顯然 中國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嚴重 所以他現在就說 這樣 我們這工業用電 就先停了 但是民生用電 絕對不冷體 但是問題是在目前 這樣的局面之下 因為整體電量 的確是不足的情形 你怎麼樣去管控 這變成是官方非常頭動的問題 行政黨孫恩昌 不管國民黨立委層層夾殺 一度推擠到孫恩昌 就快要雙腳騰空 還是堅持要上台 市政報告 孫恩昌的市政報告用吼的 準備一整本 只艱難講出54個字 時間22秒 大部分聲音 還被自備麥克風的國民黨立委 蓋了過去 是可忍 孫不可忍 國民黨立委礦泉水一丟 水直接潑到孫恩昌 更趁著孫恩昌被詢回答時 國民黨立委用力伸出手 就想搶下麥克風 國民黨決心交土戰 但下午可是輪到費鴻泰質詢 看看公告板上 發言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偏偏費鴻泰決定耗在原地 跟民進黨大眼鄧小燕 孫恩昌一臉無奈 陳時中累到忍不住渡估 虛耗了一整天 藍綠立委推擠中 跌的跌摔摔摔 攸攸攸 攸關千億的防疫預算還卡著 沒有新進度 可以就是 It's Showtime 整個立法院鬧厚厚 你看 講到重點的Showtime 真的是Showtime 你看整個蘇貞昌 又很早被包在那邊 我跟你講 今天其實是非常精彩 而且今天打頭陣的 全部都是女將們 當然國民黨這邊 還是那個 我們知道 陳玉珍一馬當仙 踹個一女當官 萬富莫敵有沒有看到 而且我跟你講 陳委員有去做微媒 微媒 很光亮 這麼亂你看得出來 真的真的 而且他整個今天 非常的這個 是為了今天這個 我覺得是 聽說他昨天還為了 今天上戰場 還特別去練習 然後剛剛跟他比手 是誰 是邱憶怡 所以邱憶怡 我們也知道曾經 一隻腳踹破整個門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是兩次女戰將的 一個對峙 那那個蘇貞昌 因為今天一直沒有辦法上台 到最後是讓他 拿一個麥克風 在不到30秒時間 念出了57個字 草草結束 但整個經濟場裡面 大家會看到說 你們搞什麼鬼 到現在 到底3加11 或者是相關的 施政報告 到底要不要進行 每次 每次過年的 每次開業的時候 就來這樣鬧一下 怎麼得了 然後呢 除了就是剛剛提到的 陳玉珍出來之外 另外民進黨 其實我一直在看誰 你知道嗎 王美慧 哇塞 王美慧靠近蘇貞昌 保護院長的心切 比他女兒 蘇巧慧還要接近你知道 很欺騙嘉義士的立委 對啊 所以你就知道 我很欺騙嘉義士的 不管是世聰哥 或者是王美慧 都是這個仲宅啊 那現在整個 草草鬧鬧鬧之後 你看那個林楚音 林楚音 只能弱弱在旁邊 然後呢 光看這一次的一個 立法院的大鬥爭之後 當然我們是覺得看好笑 但事實上很多 納稅人笑不出來 在網路上都心想說 你們夠了吧 像馬戲團一樣 然後呢還有最尷尬的是誰 最尷尬是這邊 比手語的手語老師 這要怎麼比啊 所以兩個人就開始擺臉 想說我現在到底要怎麼辦 所以你就會常常 讓人家覺得說 整個立法院 難道沒有更正經的事情要做嗎 難道立法院 會變成淪為藍綠陣營的 一個作秀舞台嗎 到底這樣子的 很悲哀的是是 對 那到底這樣子一個亂象 什麼時候要經紅年馬月 才能真正進入到 一個意識的一個論 理性的問政 但事實上 在這一次之後 大家還有關注到 另外一個焦點 當然就是在於 民進黨在執政情況之下 藍綠會有很多監督 監督沒有問題 可是有時候 他們監督的感覺上 有一些消息 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怎麼放出假消息呢 像是什麼 像是針對於這兩天 我們包括那個王洪威議員 他們就在不斷地 在散發一個訊息 就說這兩年是民進黨 舉債最高 史上最高的 包括就是說 哪一些呢 就位列一個債務上限裡面 有4612億元 就是說他特別舉債 但這個舉債 並沒有列入 那個所謂的上限裡面 那還有包括一些 其他的預算 然後呢 結果後來民進黨的 這樣的一個說法 國民黨的這樣的說法 引來就是 執政黨這邊的一個抨擊 甚至把這個表格 都調出來 就告訴你說 到底事實上 其實這幾年 包括我們的 蔡總統上來之後 106年 107年 108年 195年 你會發現他其實 包括負債在 這個GDP的一個比重 都是逐年在下跌的一個狀態 那這兩年其實 我們都知道 因為所謂的前瞻預算 以及這一次的疫情的關係 特別逼了一個相關預算 所以導致有小幅上漲 但整體情況來講的話 其實是整個財政 財政傾向越來越健全 一個方向發展 除此之外 他們竟然 哇很認真耶 執政黨為了幫自己辯護 把所有的 其實這個應該就是說 三位總統 包括陳水扁總統 包括馬英九總統 跟這個蔡英文總統的任期裡面 所有舉債的一個總額 所以我們剛剛直接講後面 就在那個整個 陳總統任內 八年任內 他舉債大概是 增加的一個債務 是1.4兆左右 在馬英九任內 是1.7兆左右 在蔡英文的任內 到目前為止大概五年 是其實只有3,110億元 那如果以平均年來看的話 其實陳總統是一年 大概增加1,800億 然後馬總統一年的一個 舉債金額是超過2,000億 蔡總統其實是592億 所以他就透過這些數字的方式 告訴大家說 事實上在那個蔡英文執政 不僅舉債金額變少 而且還償還前債之外 事實上在GDP的部分 跟其他的總統任期比起來 其實也是有一個相關成長 我們知道馬總統在八年任內的 GDP平均額大概是2.8%左右 蔡總統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大概是2.87%略幅增加 但主要是以今年來看 如果在這個 目前主機總處相關的預估 大概都5%以上水準的話 今年應該整體五六年之內 蔡總統執政的整體的GDP表現 應該是會比馬前總統好 所以呢他們用種種數據 講的一句話 就是說我們其實比你更好 問題是你都黑白鋼 黑白鋼 講完以後又不打 沒關係你打我就自己打 中國的監管就是什麼都管 這國家廣播電視總局 今天一個最新的禁令就是出來的 關於這個美容帶的廣告也要管 先來看看他們的這些廣告有多麼吸引人 這磨鏡告訴我誰是這個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 哇這也太美了吧 可惜還有一點美中不足啊 鼻梁可以再高一點 嘴巴可以再多一點 下巴可以再尖一點 下流線還可以再明顯一點 完美 那裡有多少錢啊 會不會很貴 很貴很貴 只需要50個W 這都不是問題 變美了才是王道啊 這邊可以為你提供美麗帶 讓你實現美麗自由 一舊之內償還借款 否則 毫不支付 姑娘 如果你不按時償還借款的話 我不建議 讓你的臉上多出一道傷疤 如果你手帶還不起的話 我可以給你想個辦法 沒事 我們這邊還可以提供裸貸和以貸還貸的符合 這開始有點恐怖耶 對啊 本來是讓你變美麗 現在是變恐嚇啊 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是中國這無其不由 我們知道他們有什麼租金貸啊 培訓貸啊 你想像租房子沒錢 沒關係銀行貸給你 你想要去念書沒錢 沒關係銀行貸給你 現在連美容貸都可以 而且我跟你講他打出來的內容廣告 你真的會覺得還蠻吸引人 之前我們提過 他們怎麼樣去框年輕人 說你上不了北大 但你可以當笑花 什麼意思呢 沒錢貸款出來 整一整就變笑花 這也是一條出路 另外一個呢 最新他們的美容貸打出來的廣告 包括什麼 花明天的錢 圓今天變美的夢 很有道理耶 對不對 錢還明天再說 但是我今天已經鮮美麗了 所以他用這樣子的術語 會不斷的讓那個 中國一些年輕人呢 就認為說 我這樣剛剛有特別提到 現在整個亞洲競爭那麼激烈 念書念不過別人 我用美貌這件事情 我可以贏員 所以他們就有很多的一些 廣告噱頭 而這些廣告的噱頭 也變成是中國監理單位 現在要去抓的一個點 那包括哪些噱頭呢 比如說他跟你講 你要貸款 我跟你講這個很便宜的 一萬塊 弄個眼睛 割個雙眼皮 一萬塊就好像講說 一萬塊很多嗎 他說不多不多 我跟你講零利息 零首付 變美麗 那你前面聽到都零 後面聽到一個變美麗 你就會覺得說 好像蠻划算 就簽下去 這一萬塊發現說 每個月光利息 就要八九十塊 然後搞不好你哪一個月 沒付又要越滾越大 所以他就會變成是 第一個網 讓你上鉤之後 你就會變成被帶載的肥羊 另外一個又跟你講說 什麼 一塊 我跟你講所有小手術都非常便宜 什麼你要生成清潔 一塊錢而已 脫毛體月 一塊錢而已 連去個刀疤也9.9元 我的天啊 你買一顆白菜 他們這叫什麼 這叫白菜價 就是說呢 你買一顆白菜都比這個貴 所以這個 怎麼可能會有這麼便宜 都是陷阱 對都是陷阱 就是說叫你一開始付的錢很少 但是事實上 後面所有錢 全部都是醫美中心 跟那個銀行相關體系 去框你的 那像中國也是因為這樣的狀況 所以他整個非法醫療的情況 醫美情況其實相當嚴重 結果他們現在統計 整個中國境內合法的 才1.4萬家 但非法的竟然高達8萬家 等於是在整個一個市場裡面 只有14%是合法 那這種14%是合法的情況之下 你就知道 就是說這個力頭有多麼 就是市場有多大 肥水有多多 那搞得其他的那些非法業者 紛紛跳進來 要搶食這一塊大餅 那也因為這樣 其實這兩三年來 尤其是這種整形 那個年紀越來越小 然後整形的一個風氣 還有在網路上討論越來越多 那中國在今年已經祭出兩把道道 要針對這個部分進行相關的整頓 第一部分 是在今年6月份的時候 他就有特別提到 先取締所有非法的這些相關的業者 那取締非法 那也講說 那也可以就是可以整頓一下情況 但是你要知道 一旦取締非法 合法變少的時候 整個變成是市場需求變大 供給變少 大家更搶著去 他後來就想說這樣不行 本來是要打的 反而變成助長 而且甚至價格又廣高 所以現在變成8月份祭出第二則管制 第二則管制 這是什麼 針對廣告 他現在告訴你 包括這一些電視啊 網路啊 這一些 所有相關的一個E-mail的廣告 你要有一個指南 用這個指南的方式 來框你 來告訴你說 你不可以過度去強調這種 多美麗的情況 以及說 你要告訴他 風險性的存在 不是所有的E-mail好像好像 覺得你睡覺起來就變漂亮 他是有一定的風險性存在 第三個是 你要老實的告訴他 你這一筆錢 你要用的話 你的貸款的情況 而不是說告訴他說 零首付零利息 用騙的一種方式 那現在他們就講說 其實中國有出了好幾起的一個藝人 因為整形 或者是網紅 因為整形而死掉的情況 所以他們才會 開始進行這相關的整頓 包括什麼 包括一個演員 叫高六 其實他可能不是很有名 但是他網路上的照片 你可能有看過 鼻頭鼻尖整個黑掉爛掉 那甚至有另外一個網紅 小染他是抽紙直接就死掉 所以這個情況就會導致 就是中國為什麼要去 針對這個管制監管的大道 要揮向這個醫美的產業 那他們就說 今年其實中國有幾大產業 都是在被監管當中 我們之前有提到 就是這個 就是教育這個部分 那現在呢他們就說 其實中國呢 在整個內需市場消費上 有三大做三 第一大做三其實 就是那個房地產 房地產這個部分也進行了監管 第二部分呢其實就是教育產業 教育部產產業這邊下 第三做大三 其實就是醫美 跟整個醫療體系的相關產業 現在也被這個相關監管當中 那事實上呢 他們有去統計 從今年以來 中國的三大上市醫美機構的市值 已經下跌了這三成 那下跌三成的時候 蒸發掉的金額高達170億美元 那光從這個數字 你就可以知道說 每一道的監管下去 每一道大刀砍下去 其實都是會影響以及 衝擊中國的一個經濟問題 但習主席也裡面 什麼最重要 其實就政權最重要 所以經濟對他來講 損失是損失 但沒關係啦 這是大家的 不過這個美容這個行業 我覺得他們現在清理 也感覺是必要之惡 這個狀況太離譜了吧 對 他們等於是在割這些 他們目標主權都是學生 全部都韭菜 那把你養起來 養套沙啦 割韭菜 是那所以這個就是說 他們很多的政策一推出來 你會覺得說 好像是其實是有他的一個 因為市場太問亂了 有一個他必要性存在 但是因為你這個大刀 有時候砍的真的太深了 其實對於經濟的衝擊 反而影響性是更大的 OK 好這個經濟面 要看這個中國 他們自己如何再把它控管 看有沒有把它這個逆轉回來 那另一方面這個中國 現在這個監管的這個方向 越來越廣 包括我們之前才聊到 很多這個漂亮的女生想說 我來形塑自己另外一個形象 有所謂的佛員 現在佛員的帳號也要被禁 沒有錯 所以沒知為什麼 中國官方真的管很寬 但是最新的禁令呢 竟然是斬妖出魔 哪裡來的妖女 哪裡有妖女 就到佛堂去了 沒錯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是因為我們知道 在中國今年有非常多的大佛寺 例如是林影寺 五台山或普陀山 但是最近這一段時間呢 很奇怪 這個佛寺呢 就會出現特定的一群人 這些人是誰呢 都是一年輕漂亮的女孩 她們身上可能穿個旗袍 拿個油紙傘 這是一種造型 要不然就是穿那種 就是比較傳統的 精心設計 設定過的素雅風 是素雅風 然後呢 會到現場去禮佛 你看喔 頭髮一定要長直 一定要黑色長髮 然後長裙飄飄 你有沒有覺得 這個詩意盎然 好像在拍電影或拍電視劇 然後這些人呢 都會有一些動作 第一要禮佛 第二要抄心經 拿著毛筆 就是直接在寫心經 第三還要品茶 這個看起來很慢活 但是整個畫面也很美妙 但是為什麼抖音跟小紅書 將近50個帳號 全部被封鎖 不能再發這樣的照片了 是因為這一個現象非常怪異 怎麼怪異呢 剛剛欽怡也有講了 這種現象叫做佛緣 就是禮佛的名媛 她有什麼錯 沒有嘛 這麼年輕的女孩 可是奇怪的是 通常這些年輕女孩呢 穿著一個看似像架衫 又不像架衫的一個綿麻衣服 但是裡面 就露出她白皙的長腿 或者是也穿架衫 但是若隱若現 會看到裡面的小可愛 會不會怪怪的 連大佛都要搖頭了吧 你穿這樣子去 是不是佛都要掉眼淚了 還有一些網紅呢 他在進去的佛司 要禮佛之前 他竟然做的是勞斯萊斯 拿的是一個L開頭 或C開頭 或H開頭的名牌包 這跟我們平常想像 民眾去禮佛的整個配備 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之後呢 這整個照片跟影片 當然會PO在 他自己的帳號上面 說實在的 這些年輕人 他願意去禮佛 當然是好事 但事實上 他不是真的去禮佛 各位 看起來是佛緣 他真正身份呢 是銷售員 銷售員 銷售員 那他抄心金 對不對 他心裡想的是生意金 為什麼 他把這個影片PO上去之後 他下面就開始PO上了銷售的帳號 那各位會問說 要賣什麼 他從頭到尾穿這樣子 要賣什麼 各位人家有對象的 為什麼呢 你知道在中國呢 有一種族群很好剝皮 叫做油膩大叔 你聽過嗎 油膩大叔 年紀啊 因為在現場我就不好比喻了 有點像比如士充哥這樣 有身份有地位 有經濟實力 但是為了顯現自己呢 自己的這個 不同感想 對 或者是我已經 體位 所以手上一定掛一串佛珠 中國叫手串 那我就不知道這些大叔 幹嘛弄一個這個手扇在手上 然後呢三不五時就要跟你講幾句 金剛經 心經 道德經之類的 這叫油膩大叔 那這些油膩大叔 會不會喜歡看這些網紅去 禮佛品查抄心經呢 可喜歡啦 大家都喜歡 我旁邊這個油膩大叔 好像想要買單了 看完了是不是 不好意思 請點帳號 我手上這個手串啊 不好意思 一千塊人民幣 買了 真的不貴 是不是 其實成本可能二十塊人民幣 但是帶在我的手上 大叔開心啊 你看大叔 他買的可開心 反正我就是 讓美女開心就做開心 我宰殺這些大叔 我宰殺這些大叔 果然是夠油膩 所以油膩大叔意思是說 不在那一千塊 對 是你帶給我的禪峰 超新街 我也是很好卡油 叫油膩大叔 主要是他覺得 看那個影片值得一千塊 但是我不會只有讓你一千塊 就買單 接下來你要不要我身上這一串佛珠 或者是觀世音菩薩的這一個 這個項鍊呢 那這可能要一萬人民幣 大叔 好吧 戴在我身上的 靠近我的心臟 也可以靠近你的心臟 這聽起來 打中了 對不對 對不對 OK嗎 來一萬人民幣就買單 那這個亂象呢 已經讓大家受不了 是因為這些網紅想要打動油膩大叔 會做一些小動作 什麼小動作呢 網紅要去禮佛之前 照理說你是不是應該要 這個先吃齋 或者是有幾天時間都要再念經 不是 他竟然去打玻尿酸 你知道打在什麼位置 嘿好笑了 打在耳朵的耳垂 因為我跟佛祖非常的接近 要拉長我的耳垂 所以我就在我的耳垂的地方 猛打玻尿酸 打著打著打著 整個人看起來 就很有佛緣了 這些照片跟影片 不斷不斷的 透過網路去放送之後呢 很多民眾一來受不了 是覺得在佛門親近之地 你不斷的在操心筋 不斷的露大腿 或者是露胸部 然後之後叫大家買買買 這是一個什麼奇怪的風氣 你看啊 這些所謂的佛緣 沒有schedule 課表耶 沒錯 早上十點 要練習插花 臨摩心筋 下午兩點 我們要品茶 而且要打坐品茶 四點鐘呢 以前是買奢侈品 這是明媛啦 那佛緣呢 做什麼呢 要謙誠禮佛 等油膩大叔 但是為什麼中國的官媒呢 就直接破題 罵這些佛緣 就說 我告訴你們 你們這些狐狸尾巴 是沒有辦法藏在你的架沙底下 也就是說 你就算穿了架沙 你也遮不了你狐狸尾巴了 我告訴你們 通通給我禁止再出現 因為這樣的風氣真的不太好 畢竟佛門親近之地 很多人是有宗教信仰 所以會到那個地方去 但是其實你到那個地方去 就是帶貨 就是談生意 其實就是鼓勵大家買這些東西 那會造成一些 沒有辦法控制的亂象 所以最近呢 中國官方 開始針對這些斬妖除魔了 這些妖孽 你不能夠再存在佛門親近之地了 所以這個禁令感覺也是算合理啦 我覺得還不錯耶 對啊 是啊 那這些人轉去哪裡 油膩大叔去別的地方 早也很多啊 慶怡我們下次可以來講 被禁了之後啊 這些佛緣呢 聽說冬天快到了 滑雪去了 所以下一集可以告訴你血緣 好前進新世界 但你看新鮮事 你知道嗎 這個袋鼠 除了很可愛之外 也非常有靈性耶 他是如何表達他的感謝之意呢 史聰 沒錯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說 如果你去這個被人家獲救 或是怎樣的話 你會跟這個救你的人感謝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澳洲突然 居然出現這個畫面 這個有一隻袋鼠呢 他掉到這個湖裡面去 結果沒想到有三個民眾 把他救起來之後 你看這個袋鼠呢 救起來之後 他好像在跟他們握手致意 感謝感謝你救了我這樣一個命 大家看到這個 就覺得說這個袋鼠怎麼 也好像有人性這樣一個感覺 那這個發生在什麼地方 這發生在澳洲的坎培拉 坎培拉附近的話 有一個湖 那平常來說不會有 理應是不會有袋鼠在這個地方 結果沒想到袋鼠 不知道為什麼原因 他就受困在結冰的這個湖裡面 那因為他可能當時非常害怕 他可能沒有遭遇過這樣的狀況 他就一直站在那邊發抖 那其實有民眾經過之後 就看說這個袋鼠怎麼在這個地方 然後就趕快打這個 打電話給這個所謂 動物保護的相關的單位說 能不能把他救出來 但是因為那個救援單位一直 遲遲沒有到 所以我們就看到有三個民眾 就跑下這個湖裡面 然後三個人呢 就合力把那個袋鼠 從冰湖裡面把它往上爆 那爆的過程裡面 你可以看他們其實 這個袋鼠一隻其實還滿重的 然後他們三個抱上來之後 然後那個你知道 上個案了之後 那個袋鼠一開始 他還在那邊 有點發抖的這個狀況 然後水在那邊 就在那邊漸 但你看他第一個時間裡面 還說他馬上 好像就有點感覺 跟你在握手 感謝你感謝你 好像就跟他說 我在裡面受困那麼久 我真的很害怕 那感謝你救了我這樣一條命 前進新世界Money大自由 我們先來看到一連串的 這個大家很關注的新聞 首先就是我們待會要來聊的 魷魚遊戲大熱門 這韓國娛樂公司 因為這一部最新的韓劇 已經三天股價漲幅超過了七成了 到底在紅什麼呢 另外來看看這個中國限電政策 搞得這個天怒人怨 那怎麼辦呢 現在目前看得到的 可能是最新的限電政策會持續到九月底之後 全球的航運會再次受到衝擊 那麼另一方面來看 我們來看Elon Musk Tesla老闆在幹嘛 是在對中國輸成嗎 他在十天之內 已經第二次稱讚中國 是數位全球的領導者 Tesla在中國發生了什麼事了呢 另外來看到德國兩小黨 渴望聯合執政 這是一個最新的結果出爐了 綠黨跟自由民主黨 這個都大有斬獲 這兩黨都是非常年輕選民的最愛 黨魁只有四十歲出頭 那麼跟這個目前的這個社民黨 這邊主要是六十歲以上的選民 世代差距非常非常的顯著 我們馬上再介紹我們現場 再加入一位來賓 就是我們的總體經濟學家 吳嘉隆歡迎吳老師 大家好 我們首先就先來看 這齣韓劇最近十分的熱門 魷魚遊戲 在真實的人生裡頭 會產生這麼一個殘酷的適者生存嗎 四百五十六個玩家 他們沒有辦法不得不接受這個邀約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故事呢 我們先來看 賓詞人氣影集 《魷魚遊戲》 收視話題 屢創新高 劇中恐流递出的這張迷片 電話號碼更是被打爆 主人光是一天就接了四千通 劇組賠償金額還沒喬籠 倒是他出手很大方 開價一韓幣相當於台幣 兩百三四萬元 要買下猶豫遊戲電話號碼 南韓國家革命黨民運黨代表 許精寧甚至還呼籲大家參加 以他為名的 許精寧遊戲 不只向全民開支票 就連遊戲海報 許精寧也都準備好了 而且名下財產高達七十二億韓幣 花一億買電話號碼根本不是難事 其實許精寧多次出馬參選公職 但個人爭議不斷 不只自稱IQ高達430 也宣稱和前總統胡錦慧訂婚 甚至還承諾當選總統後 會把位於美國紐約的聯合國總部 遷移至板門店 這次又搭上猶豫遊戲順風車 趁節目熱度誇大宣傳 為了生存 你願意付上多大的代價 我想先問一下我們現場來賓 猶豫遊戲你看過了嗎 Yes or No 看過了嗎 最近很香喔 來看一下 這個誰跟上寒流風了 聖美我不意外 教師也不意外 平常沒有在看寒劇 世聰哥你看過了 看過了 我很喜歡看戲劇 日劇韓劇我都很喜歡看 美劇我都很喜歡看 我平常最大的娛樂就是看戲劇 OK 我看電影我沒有耐性 我不追劇的 我不追劇 我就是一百二十分鐘解決 好 那我們請世聰哥先講 世聰哥你看過了 你覺得這部戲它紅在哪裡 世上這部戲為什麼好看呢 主要原因 我覺得它很多時候反映了 韓國目前的現實狀況 比如說它的遊戲設定是一開始 是456個人要去闖關 最後贏者可以拿456億 他們這些人都是所謂韓國的低下階層 這樣一個狀況 然後它裡面的遊戲 很簡單的遊戲 都是韓國小孩子玩的這個遊戲 包括什麼一二三木頭人 或是他們韓國人本身的魷魚遊戲 等等之類 這樣一個狀況 那主要原因是它的故事很簡單 然後很寫實 而且它的故事讓你看了 就會覺得說裡面的人生很多百態 都表演在那裡面 那你根本不用講了 我覺得韓國人 小時候玩遊戲這麼的天真浪漫 充滿了想像 長大以後人生變這麼殘酷 對沒錯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裡面當然是 韓劇很多爆紅的因素 包括說是大製作 因為它是Netflix拍的 那Netflix這個戲劇 目前為止已經是 橫掃歐美各地 都是台洋榜冠軍 那主要原因 裡面有非常多明星 你看像孔劉 孔劉他都客串一個角色 雖然不是那麼重要的角色 但是他出現 那裡面包括說像 主角這個李正哉 他演過這個女神同行 包括蒲海秀 前一陣子大家如果很喜歡看 什麼監獄的這個機制生活 裡面他也演嘛 你真的都有看 對我都有看 然後他們都是重要的角色 那除了這些重要角色之外 我覺得裡面 他這次有很多新生代演員 即使是你驚鴻一瞥 大家網路上都熱翻天 好像突然出現一下就爆紅了 對沒錯 譬如說這個 這是魏和俊 魏夏俊 都可以這樣翻 那主要就是他演一個 他演裡面 因為他哥哥已經失蹤了 他哥哥是李炳憲演的 我再爆了一下 李炳憲就是最後的這個 主辦者 這麼多大咖 對那他去找他哥哥 他哥哥失蹤 那他裡面 他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他是演一個警察 他原本來說的話 如果你看過他以前 前幾年曾經跟孫逸珍有演過一個 不要讓姊姊來吃飯 他裡面也演一個角色 那他事實上 他現在IG人數整個暴增 另外一個是鄭曉娟 鄭曉娟 鄭曉娟他演的是一個脫北者 他脫北者到南韓去 然後變成是他也參加這個遊戲 他裡面的名字叫江曉 那他裡面你看他現在整個IG的這個 就已經翻到十倍 另外一個這個李廷驅 他滿有意思的 他其實才出現十秒鐘 為什麼出現十秒鐘 因為他這個遊戲裡面來說 十秒誰記得他 他有分所謂的闖關者 跟分所謂的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都穿著紅色衣服 然後戴著這個面具 然後戴著面具的時候 你遊戲規則是 你不能夠顯示你的顏面給人家看 不然你就 身分不能曝光 對結果沒想到他因為 有一個有玩家 他玩得輸了不爽 他就是協質他 就逼他脫掉面具 他就脫掉面具 十秒鐘然後就領便當 然後領便當之後 他的那個十秒鐘 就變成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就紅了 另外這個也是一樣 李宇美 李宇美他演什麼叫 他跟這個正好捐兩個人 算是好朋友 那他算是也是一個社會的邊緣人 你看他馬上IG粉絲 就暴漲五倍 這些都是年輕演員 四松哥不是只是看 是很認真的看 我是真的很認真看 對 然後他們這幾個人的話 就是變 如果以後你要講這個偶像劇 我絕對可以來講 對然後他們這幾個人 年輕的小伙子 就因為這樣子 出現一下子 然後就整個爆紅的一個狀況 其實韓劇真的蠻厲害 韓劇這個題材性 各方面 他想像力非常豐富 這一次也是因為題材 非常的新穎 沒錯 因為他玩的遊戲 就是韓國小朋友玩的遊戲 包括說這個夜散步 頭人第一個遊戲 大家我相信台灣人也都玩過 然後裡面還有玩什麼拔河 然後還有很多遊戲 然後另外還有包括說 韓國民間他們小孩子玩的 這個魷魚遊戲 這個我們比較少玩 那於是就有人說 那如果我們也來拍一個 台版的魷魚遊戲的時候 那到底要選什麼遊戲來玩 那當然大家都網路上講 就紅綠燈 對不對 紅綠燈 或是打陀螺 或是鬼抓人 這樣的狀況 還有很多啊 跳房子 過五官 對我相信 如果慶儀你如果覺得這樣 很有意思的話 我覺得你也可能 可以考慮闖關 不過因為他們 四五六之一是不是 不過他們是設定是 社會邊緣人 就是說他們都是走投無路 逼得必須要去玩這些 看似很簡單的遊戲 人生最後一波 對沒錯 那你知道因為這個遊戲來說話 因為這一齣電影 這一齣算是戲劇 除了大家討論說 小時候玩什麼遊戲之外 實際上他在資本市場 也形成一個蜂 一個蜂草 那他們幾家公司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 由於遊戲爆紅之後 有兩家公司 就被討論 一個叫做Showbox 一個叫做Bookie Studio 這個公司 其實你知道這兩家公司 如果我們看這過去六個月 你看Bookie Studio 他已經漲了大概約莫是142% 然後這個Showbox 他漲得比較少 可是你看他最近的一段時間 最近一段時間 最近一個月裡面來說 都是狂噴 尤其是這個Bookie Studio 他在這一段時間裡面來說 約莫漲了快一倍 那為什麼約莫漲一倍 因為他們兩個 被歸類叫做 魷魚遊戲的概念股 這個Bookie Studio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的大股 他的股大股東裡面 有人持有這個李政宅 那一位這個主角 他的這個經濟公司的股票 所以因為這樣他就大漲 那這個Showbox 他主要是因為他的大股東持有 這一次製作魷魚遊戲的這個公司裡面的股票 所以兩家公司都出現一個大漲的這個狀況 那告訴你什麼 我覺得這個就是韓國影音產業厲害的地方 就他不只是說整個這個影音產業裡面的人才非常多 資金非常多 他們還把他證券化把他商品化 你看他們因為這樣這兩家公司就會漲 這兩家公司就會漲 這兩家公司會漲的話 投資人就會投資這公司 那投資這公司就形成一個正向循環 讓他們的影音產業會表現得更好 那除了這個兩家公司 你看這是這最近的公司 這是這兩家公司 最近的這個股價的這個表現 所以告訴你就是說 口碑票房資金全部都有了 就韓國的 我覺得韓國能夠拍出這樣的原因 是因為在於說 他們很捨得投資這些大的東西 而且他們有資本市場在後面當後盾 我覺得台灣缺少我們人才創意絕對夠 演員也絕對夠 但是缺的就是所謂的 資本市場的一個贊助在後面 OK他們就是有辦法把這個人氣 然後把金流這個全部都人流金流 一起都帶過來 那我們想請從這個盛美娛樂圈的角度來看 你覺得這齣戲 他號稱十九鏡到底在紅什麼 他非常的火紅 其實從他這個上架到現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 你看股價可以漲快九成 而且不要忽略他不只是火紅 因為根據這個數據呢 魷魚遊戲它一上線之後 它在十四個國家當中呢 都是排行第一名 那這排行第一名的概念是什麼 是魷魚遊戲的這一部戲 其實它基本上是在南韓 然後講的是南韓的一些 我們兒史玩的一些遊戲 可是你要想想 這樣屬於南韓的文化 可是為什麼全世界十四個國家 甚至更多的國家 都能夠接受這樣的一個電影 而且未為風潮 你知道因為有這個魷魚遊戲呢 它有這幾天有幾個 蠻有趣的一個點 包括像我 我先講一下我自己看 我是不太喜歡看 生存遊戲的電視劇或電影 因為我覺得它這樣一個概念 有點殘忍 對那這一部電視劇 它不但殘忍其實是滿血腥 可是我為什麼特別喜歡看 因為我覺得它在這裡面 不是不是它的中心主旨 不是在生存遊戲或血腥 它是要告訴你基本的人性是什麼 有一些人 他在真實生活當中 比活在地獄更辛苦 其實這個劇的一開始 就會點出很多很多人的心聲 那我自己看是因為 我個人覺得 為什麼魷魚遊戲又更紅 是因為各位知道 經歷過 尤其是這一段疫情 將近兩年 很多人經濟是崩盤的 你要去想 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那一些人 他們已經絕望 他們覺得已經沒有未來了 其實魷魚遊戲就是 形容這一群人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要參加這個遊戲 你說他根本 他活著平常的生活 是像在地獄裡頭 而且他已經不需要去思考 我為什麼要參加這個遊戲了 我沒有選擇了 人生沒有選擇的時候 現在南韓人 有一些人他們的情況寫照 就是這樣 但是你身為觀眾 你在看的時候 你還是覺得替他很悲傷 你能夠引起共鳴 那這個劇呢 因為它非常非常紅 掀起了各種討論 於是就像剛剛石頭哥講的 就說 為什麼裡面有這麼多的設計 他的創意怎麼來 我們先介紹一下 這個導演黃東賀呢 過去他有一部戲 我非常喜歡 叫熔爐 可能各位還沒有看過 或者你已經看過了 熔爐其實也是反映了 社會底層的問題 是一些有缺陷的孩子 他們遭受到不公平對待跟淋虐 其實那個電影 一開始我不敢看 因為身為媽媽會覺得 這個太悲慘了 但是這個導演 他把整個電影的細節 描述得非常到位 那黃東賀就講說 因為由於遊戲太紅了 所以也有些人反彈說 你這個根本不是創意 你根本就是抄這個聽神明的話 是一個日本的這個戲 但是呢 導演就說 他說不是 其實11年前 的確他是看了一個 生存遊戲的漫畫 發想了他覺得說 他的小時候都在玩什麼遊戲 於是就有剛剛世衝科介紹的 包括什麼123木頭人 或者是遊戲有點像 我們跳房子 紅綠燈 碰堂 之類的 或拔河 這麼簡單的拔河 甚至各位 我小小講一下 你小時候 男生各位 有玩過紅仔飄嗎 有啊 這個老師就有了 點頭點頭 我也有耶 你要看啦 你要看 你要看 你看老師 來那個手勢再來一下 扶一下 嘿有沒有 這個劇裡面有 而且那個代表的是一個 生跟死的概念 就是我們都經歷過 我們可能是一起這樣長大 為什麼長大之後 人生有人在天堂 有人在地獄 是 所以這就是我們必須佩服的 就是他這裡面 不是在刺激你的感官 是希望你去反省 你生活的這個場景裡面 是不是跟他們面臨的是一樣的問題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導演 在整個場景的設計跟鋪排 真的會讓你每一個細節 每一個故事你都會覺得 他講的那個人應該是我 他講的那個人應該是我 但是我擔心的是 因為這個是太紅了 在全世界我們不能去避免 就是文化的侵略 因為這幾天大家在討論說 魷魚遊戲 那那個場景是 南海那個地鐵站 那個在打這個 有點像我們的 昂阿飄那個遊戲 然後再來那個地鐵站 聽說有很多年輕人會去朝鎮 還有就是一開始裡面有個電話 這幾天不是在討論嗎 怎麼會有電影跟電視劇用的 是真的電話 對 那個電話號碼 居然打得通 聽說那苦手快瘋掉了 絕對打得通 你知道那個阿豬媽有出來抱怨 他是個做生意的阿豬媽 就阿姨啊 他說太過分了 我接到了幾萬通電話 一打來一打來 後來號碼被買下來了 但是原先是劇組說 要花台幣大概20萬說 那很抱歉 我們沒有去注意到這個細節 那我們來買好了 結果這個阿豬媽就說 我怎麼能換這個電話 後來是南韓有個國家革命黨代表 叫許晶寧 他說沒關係我來買 我花1億韓元 台幣是235萬 我來買啦 就把它買下來 所以這幾天 這個遊戲一直在發燒 但是有關裡面的場景 有關裡面的這個遊戲 甚至有關裡面的這個電話號碼 都被大家那個就是等於是熱議 但是呢接下來你就要知道說 如果我們很想問 就是我們台灣 你剛剛講很多這些台版的遊戲 我們都玩過 我們也會 台灣拍得出來 像這樣魷魚遊戲的一個劇嗎 第一我們必須講 我覺得台灣 我一直很欣賞台灣的 不論是電影或電視劇的人才 台灣真的人才非常多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資金 大家會覺得說 魷魚遊戲就是小時候的這場景 不是喔 你光是看它123木頭人 它的那個設計 它的美術的這個創意 還有他們所有人集中在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的這個設計跟場景 這恐怕都是要很大資金 才能拍得出來 所以是錢的問題 嗯 還有一件事情是 我們來從這個南韓鼓勵電影說起 為什麼要這樣說 由於遊戲之外呢 我還很喜歡另外一部電影 我想會是應該也看過寄生上流 這我也看過 奧斯卡 點頭了終於 寄生上流 寄生上流 因為這個電影的導演奉俊浩 他本身是學社會學的 這個電影 為什麼跟魷魚遊戲 它要帶出了人性的這個 掙扎很像是 因為你有沒有發現 在寄生上流裡面 只要講到主角這一家人 都是黑白的 有沒有 宋康浩跟他的家人住在地下室 所以他會用那種是黑白的 是在地下的 然後是灰暗的 去形容那種比較中低階層的人 但是只要是這個富家的這個少爺 還有他的太太 那個場景呢 就會往上走 然後是彩色的 是豪華的 是瑰麗的 所以他把那個社會 各位 其實我們說人生而平等 但是呢 因為經濟實力的關係 已經把人分成階級了 那寄生上流成功 到猶豫遊戲 對我知道 大家問說那台灣可不可以 台灣有這方面的人才 但欠缺兩件事情 第一個當然我認為是資金 money 嗯 第二就是有沒有辦法 像韓國用一刀斃命的方式 就是我就是用非常深刻去反省 這個社會各種問題 我覺得台灣有很多電影 沒有辦法很深刻的去反應 你覺得不夠洗衣裏切一下 那一刀切的不夠深嗎 還有我覺得 也不要怪我們的電影跟電視劇人才 我認為領導者也要 我們有電影輔導金 但我說一個故事 過去金大宗說過 也經典名言 他說這個國家文化非常重要 也就是說你去看喔 侏羅紀公園 它所有的票房的收入 跟我們現代汽車 賣150萬 汽車的這個收入 其實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這個文化攻略 是很重要的 這我覺得值得我們台灣去深思 台灣不是拍不出來 資金 還有你要有那個魄力 OK好 吳老師有追這一組 我很快補充一下 就是韓國的這個流行熱賣的電影 他是拿韓國的人物景觀 對不對 可是他的題材是全球性的 就是社會差距 然後反映社會底層聲音 我們台灣的電影 是以台灣的生活場景為主 然後人家是拿 你覺得他的目標是全市場 全球市場 人家是把全球議題 用韓國的現況來表示 這個以前日本玩過 黑澤民的電影裡面都是日本 可是他的題材 美國人一看就懂 他那個獨行俠的 然後被美國人轉派成荒野大標課 黃昏酸標課就這樣來 就是他是用當地的人事物沒有錯 但是那個題材是世界語言 對去講共同的議題 所以譬如說社會上貧富差距拉開 很多人在社會底層掙扎 這個是全球性的議題 然後他拿韓國當地的人事物來表達 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常重視台灣的小確幸 小鼻子小眼睛的去描述我們的 這個卑微的生活 可是那個東西就變成說很台灣 對但是沒有辦法全球化形象 OK 這個吳老師給大家一個建議 我們可以自己反思一下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市場目標 放得更大一點 我來問一下惠哲 你怎麼看 因為這一次他會爆紅 其實跟南韓本身年輕人現階段 寫實的心態很有關係 而且剛剛講的不只是南韓 日本亞洲地區都有這樣的現象 其實都一樣 其實上季生上流 為什麼可以贏得奧斯卡的一個 首部第一部亞洲所拍出來的 外語片的大獎 最重要的原因 我覺得他是因為有去凸顯一件事情 就是在現在貧富差距之下 年輕人是一個沒有辦法翻身的世代 所以突顯出說 你到底要為就翻身這件事情 付出多大的代價 那事實上現在整個南韓 確實年輕人的情況 是遠超過於我們想像生活的艱困 他們現在有個數據 就是他們一個南韓統計局 他們說到目前為止 大概全南韓有314萬20歲以上的 年輕人跟中壯族還目前為止 還跟家人住在一起的 等於是靠家人生活 那你想說314萬 那聽起來有很多嗎 我跟你講比較驚悚的數字 是其中的65萬也就兩成 這65萬人是30到40歲 一個社會的30歲到40歲 照理說是這個社會的中流砥柱 是你要帶領 就你要貢獻你的經濟的產值 還有你的就業各方面 其實某一種程度上是要撐起這個社會的 一個發展很重要的一個基石 結果現在這個部分 竟然有大概65萬人是靠家人生活 所以就凸顯出說其實南韓 他們就是年輕人跟中壯族的發展 以及他們在社會上 如果你不是很好的學校畢業 你沒有辦法在三星生活 其實你日子就會過得沒有想像中 那在其他有一些細節的相關數字 到目前為止 他們有1783.3萬人20歲以上 是靠自己的成年人 是靠自己工作生活 占比是42.9% 但是呢其中有高達419萬人 就10%的比例 是靠配偶在生活 就是說你對國家沒有貢獻 所以就凸顯出說 男女尤其是年輕女性 其實在這個韓國的社會下 也是面臨到一個歧視 或者人家會有人問 你就是沒有產值的寄生寵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還有大概7.5%的人呢 其實就是剛提到的 你已經中壯族 但是你還靠父母生活 另外呢其實這有一個幾個 比較讓人家覺得關鍵的數字 比如說呢在20歲的世代裡面 你有大概將近四成 也就是38.9歲 是要依賴父母 但是呢你知道嗎 既然60歲以上的老人 有超過五成 也就是57.7%的人 這些老人是要靠自己生活 我們知道有時候老人 到了60歲 65歲以上 你沒有工作能力 你不是就是要靠子女養嗎 但是超過100個老人裡面 有57個老人的韓國老人 你是要靠自己生活 什麼意思 他子女是沒有辦法養他的 反而可能你子女 甚至是啃老族的 所以你就知道現在韓國 你如果是沒有所謂的 中間的這一層 其實你就很 跟台灣有點一樣啦 反正物價這麼高方式 買不起薪水不加 他們寧願這個不結婚 不生小孩 對所以就是到了30歲 這個所謂的一個未婚世代 這個情況不是只有在韓國 現在日本也有叫做扭蛋父母 什麼叫父母扭蛋 什麼意思呢 就是含著金湯池出身 如果你爸媽是顆金蛋 你這一輩子就含著金湯池出身 你什麼都很好 可是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算你在怎麼奮鬥 你可能也沒有辦法 翻轉你的人生命運 然後呢在中國這部分 更是流行所謂的躺平文化 而這所謂的躺平文化 其實更是在全世界 整個亞洲世界 尤其是亞洲世界 更畏為一種風潮 因為年輕人都會覺得 我再怎麼努力 我就這樣而已 那我還不如就躺平 講到Elon Musk 大家對他的感覺就是 他一定是個天才 還有他是一個行銷天才 所以他現在做這些動作 是不是用行銷角度來看 我們可以繼續觀察 那另外一個特質 就是他是變變變 今天這麼說 他說不定接下來又會改變了 另一方面他的工作 跟他的情史 一樣都非常的精彩 大家看到他在這個事業上 這麼的輝煌 很難想像他的情感上的需求 他自己講過 他是非常非常需要感情的 因為他的可能性家庭 童年陰影的關係 所以他感情的世界 是很豐富的 很需要感情 但是婚姻都沒有很久 他總共有三個太太 五個五段感情 然後有六個小孩 最近這個新的女朋友 又分手了 最新的是2018這一位 剛剛分手 其實大家都好奇 這個世界頂尖富豪 馬斯科 他的感情世界 到底是怎麼樣 而且他喜歡的女生 又是什麼樣子呢 變化蠻多的 這幾個女生 你只要仔細看 大概他們的側臉幾乎都一樣 側臉都一樣 他喜歡頭髮長長的 然後嘴唇還蠻性感的 你看他的側面 格萊姆斯當然就是 最近他們宣布要分手 這個是蠻另類的分手 為什麼呢 馬斯克說是這樣 因為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德州 對不對 特斯拉 然後呢 這個格萊姆斯 因為 來這個影片當中 加拿大電影天后 他在洛杉磯工作 尤其他又有新的 就是電視劇 各方面的新的計畫 所以我們兩個人分隔兩地 但是你怎麼聽得聽我懂 這個有點奇怪 他連火星都想去 德州跟洛杉磯有很遠嗎 而且他不是有火箭嗎 我的意思是說 德州跟洛杉磯有這麼遠嗎 是啊 這不太合理 馬斯克還說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些CEO講話好精準 我們其實是半分手 我都沒有聽過 我看過這麼多名人宣布分手 半分手 而且他說精準說半分居 半分居是一半住在一起 一半沒住在一起 總之他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兩個人有孩子 所以我們有的時候 還是會住在一起 所以有一半的時間 我們是分手的狀態 一半的時間不是 我為什麼從半分手來講 馬斯克這個人呢 是因為身為CEO 他雖然需要感情 可是他經營感情很講究效率 我為什麼這樣講呢 我們看他第一任的妻子 叫賈斯汀 這個女生很特別 她其實是個科幻小說家 你知道男人會娶小說家 膽子要夠大 誰知道將來你不會成為 她的小說的主角呢 賈斯汀是一個非常強勢的女生 她以前就曾經跟她的閨蜜說 我告訴你 將來我的小說呢 就會放在那個書架上 她說她的閨蜜笑到差點跌倒 就覺得你真的痴人說謀 可是他跟馬斯克說的時候 馬斯克就拍拍手說一定可以 他就覺得這個男人拍得上我 是的 但是有個問題 你跟一個會做火箭的人在一起 然後這個人又是科幻作家 這兩個人強勢對強勢 結婚的時候 妙了 結婚的時候呢 馬斯克就跟他講一句話說 我跟你講啊 將來我們兩人感情是我做主 就是一切我說了算 那賈斯汀說什麼 談戀愛的時候你不是這樣講的啊 好不管 總之結了婚之後 他們的第一個孩子 生下來不久 孩子就過世了 之後馬斯克就覺得 連生孩子都不能等 不要浪費時間 所以接下來 我們乾脆都透過試管的方式 來生孩子 大家知道試管嬰兒的概念嗎 就是爸爸的精子 媽媽的卵子要先放好 然後就交給醫師了 所以他們的第一胎 就是雙胞胎兒子 第二胎就是三胞胎兒子 所以五個兒子 但後來 很高效耶 有效率對不對 有效率 所以呢 你知道馬斯克還說 連上帝我都不會等他 更何況是生孩子 之後他們八年的婚姻結束的時候 大家會想說 跟這個兩千億美金 兩千億美金 對富豪在一起的話 如果一旦離婚 可以拿多少錢 不好意思 很少很少 只有幾百萬美金 兩百萬美金 然後呢 一輛特斯拉 他的女人 永遠都會獲得一輛特斯拉 這是標配 那為什麼 因為有簽婚前協議 之後他就跟這個 英國的演員 來歷在一起 這個女生長得絕美 可是各位你知道嗎 這個女生呢 他的爸爸 是英國犯罪學專家 本身呢 非常的厲害 所以他這個女兒 當時呢 認識馬斯克的時候 因為這個女生呢 也沒有任何這個感情的經驗 所以他就打電話 跟他爸爸講說 我認識這個人 他爸爸上網一查 馬上就說 女兒不要再理他了 這個人不行不行 他結婚了 其實當時他已經離婚了啦 他的女兒後來就還是一樣 這個跟馬斯克約會之後 他們就結婚了 很妙的是呢 他們的婚姻維持兩年 然後離婚 離婚之後呢 又再結婚 但是呢 也維持了大概兩年 又離婚 所以他等於跟同一個女生 離了兩次的婚 而且都是馬斯克訴離 然後他又反悔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而且喔 除了賈斯賓之外 他大概每一段感情 大概兩年就繃緊緊的了 已經不能夠再超過兩年 那這個離婚之後呢 我就要說接下來這一段了 這是馬斯克感情史當中的黑暗期 為什麼這樣說 我們都知道馬斯克 曾經跟一個人的名字連在一起 安伯赫特 知道是誰嗎 知道是誰嗎 強尼代普前期 是 還有最重要的是 水行俠女主角 安伯赫特赫赫有名 超級美女啊 他跟強尼代普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在婚姻關係狀態的時候 他就一直控訴說 強尼代普打他 結果事後法院的這個證據顯示呢 安伯赫特把強尼代普給打昏在地上 揍他一頓 對 你看講這個事從哥都很有感 重點來了 強尼代普跟安伯赫特 還沒有離婚的時候 安伯赫特竟然把馬斯克 帶回到強尼代普 這幾十億的豪宅裡面 然後在豪宅的電梯裡面清熱 那清熱的時候不是兩個人 是三個人 沒有 旁邊還有一個蠟魔 那這一段清熱的影片 將來後來竟然成為陳塘政共 所以有這個影片 那當時大家都覺得馬斯克在搞什麼啊 因為畢竟安伯赫特跟強尼代普 當時是沒有離婚的狀態 不過他們後來當然也分手了 之後這個卡麥隆迪亞茲呢 他們彼此是沒有承認有在一起 但是你從這幾個女生 馬斯克的情史看得出來 第一CEO講究效率 第二大概都很難維持比較長的時間 第三要成為我馬斯克女人 你以為可以分到幾千億美金嗎 沒有 至少有一臺Tesla 標配就是擁有特斯拉 這Elon Musk說實在長得帥 世界首富 這邊有創造力 為什麼婚姻永遠不會長久 而且兩年就會崩壞 我們需要一下男性的觀點 吳老師 這個從男性觀點來看 你發現馬斯克在生孩子這件事情 很有效率 他現在是讓不同的女人 然後用試管嬰兒的方式 比如說他才生兩次就五個孩子 而且都是兒子對不對 然後他為什麼換老婆 換不同的女人生孩子 然後讓不同的孩子之間會競爭 你有一個家族事業要繼承 你只找一個女人生一個孩子 你看王永慶找三個 他有二娘三娘 外面聽說還有一個第四個 然後這些孩子之間會互相競爭 所以你看到那個星光 他不是在娶老婆 是在找接班人的 你看星光吳家對不對 不是現在有分出來 那個中性孤家也是分出來 那那個蔡家的話 國泰跟富邦也分出來 所以那個有錢家族 他的想法 可是他第二個跟第三個都沒有生 對啊 只有這個加拿大電影片後有生 就是他在生孩子這件事情 就像他剛才提的 就是要講究效率 所以他用試管 而且還那個過濾成那個是男性 所以他生了兒子 然後他現在換下一個女人 其實都想生 生不出來的話 可能就歪歪了 哇金寶寧 原來是因為生不出來 就把女人當生孩子的工具就對了 差不多 然後再補一句就是 我聽到一個 練文學院的女生跟我講一個理論 兩性關係是權力關係 權力關係 對誰說了算 誰誰誰那個那個教牌 教板 所以有錢的男性的話 通常就像你剛剛提到的 控制力很強對啊 然後控制力的一個重點之一就是 除了跟他一起過生活之外 然後來生孩子這件事情很重要 然後他還要讓孩子之間有競爭 千萬不能生出媽寶 對不對那個含著金湯匙 整天要要坑老竹 所以這樣的一位男性 有機會跟任何一個人白頭到老嗎 不可能 不可能 中國限定問題 現在不只其實很多這個產業受影響 我們臺商也叫股連天 股價有反應 現在這個Tesla的狀況 在中國也是一樣 對都有受到衝擊 然後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現在其實臺灣這邊也插了一旦 到底他這個停工 現在是說到9月底而已 還是會不定期拖到10月 甚至到明年 因為我們知道金九銀石 現在又是大家準備要出國 給聖誕節的一個旺季 就真的沒問題 我停電海 我現在是台股這邊 其實有很多受到一個影響 尤其是所謂的這個科技股 PCB這些 那我跟你講中國其實也很厲害 你看像半導體這個部分 像我們的核件 就連接的核件 日月光這邊 沒有停 正常營運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也很缺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他們這種側用半導體 要用的這個晶片 他其實他知道他也不能停 所以這個部分 他還是請國家之力 讓他不斷電 但其他的 尤其像PCB這個部分 台雙光PCB這邊 聽說被受到影響的 高達有10家 那這些很多都是蘋果 以及特斯拉的一個供應鏈 所以大家現在擔心說 本來前一陣子 因為疫情的關係 馬來西亞這個部分 停下來就已經有影響到車用 尤其電動車的 車用晶片的部分 如果這一次停電的時間 如果不是真的在9月底恢復 而是又拖到明年 就是到第四季的話 是不是有可能 連特斯拉這樣子的一個明星產業 都會受到衝擊 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其實馬斯克他個人本人的感覺起來 他最近非常的樂觀 大家在擔心晶片荒疫情 他說其實 目前其實晶片問題 應該明年就沒事了 明年都沒事了 為什麼馬斯克老行載載 其實很重要一件事情 是他的Model 3 現在目前看起來 是今年全球最熱賣的一款電動車 他在全世界都熱賣 只有一個地方踢到鐵板 就是日本 因為日本真的是 日本這個國家 真的是非常嚴謹 嚴謹到什麼的 原來他們日本的停車格是1850的 這應該算公里是不是 然後呢 日本的停車格都小小的 對 然後特斯拉的車寬 竟然就是說你車子要停進去 你的誤差只能0.1公分 這是要考什麼 考開車技術嗎 所以就是因為他們那個 日本的停車格實在太小了 然後特斯拉停在進去 變成是很不好停 你去賣場 你去很多路邊停車 都沒有辦法很好地停進去 所以導致 雖然這個特斯拉在日本 其實是很多名人都喜歡 包括那個棒拳選手那個 大鼓翔平都非常喜歡的 但是呢 一般的民間感覺上 沒有那麼熱賣 所以為了這個 日本的這個特斯拉的這個市場 事實上馬斯克他們 甚至還降價你知道 他們呢 一款車在Model 3 他們最大幅度 降到24%你知道 然後呢 日本的那個政府 他們也推出一些抵稅優惠 因為他們都認為說 電動車是未來 不要用耗能車啊 這樣子比較有個 可以對環境有保護啊什麼 就沒想到 不管任何降價 一輛車最多可以補貼的金額 高達50萬台幣呢 那也是很嚇人 結果現在好像全世界 特斯拉都熱賣 就只有在日本有踢到鐵板 那儘管是如此喔 不過今年就像您剛剛提到的 其實呢 他還是非常樂觀 為什麼他非常樂觀 其實主要原因 第一個是他的上海廠這個部分 真的產能都開出來了 他到8月份 他們現在說他們上海廠的 8月份的產能 日產能 Model Y的日產能 是一天1000輛 然後呢 Model 3的日產能 一天是800輛 那整個前八個月 目前為止 已經包括在當地銷售 跟出口到歐洲 合計大概有24萬輛 他們是碰轟啦 說我們前三季 可以到30萬輛 自動又乘以兩成以上 不過確實因為 馬斯科他現在 甚至在9月26號 以視訊的方式 參加了在那個中國 正上舉辦的那個 互聯網大會 他裡面真的是 極盡所能的稱讚中國 他是說什麼 他說呢 中國將會是數位化全球的領導者 然後不只他去 包括Intel的CEO 包括高通的CEO 都到這個會議上 那為什麼 馬斯克會這樣子挺中 而且甚至是這麼樂觀 其實真的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中國是全世界的那個電動車市場 最龐大的一個市場 第二個原因是 其實呢到目前為止 我全外資營運的車廠 到目前為止就是馬斯科他們 所以這個兩個原因 讓他哇 這一塊大餅這麼肥沃 我如果看了一隻 對不對 整塊大餅我都可以吃下來 這也是因為他會認為說 我有對於未來的一年 其實會有非常樂觀原因 那現在確實前三季到目前為止 整個你看左邊那個部分 應該是他的整個特斯拉 一個交貨狀況 今年的第一季就已經交了 18.4萬輛 第二季交了大概20萬輛 這20萬輛 就去年同期來講 其實成長122% 所以也帶動他的營收的部分 也成長了大概快100%左右 成長一倍左右 來到了120億美元 那這個除了這個外 到第三季他們現在說 第三季的狀況 因為整個中國上海廠的能產 全部都開出來了 所以他們更樂觀看待 第三季跟第四季 他還說三季末世紀初 將會是交車的高峰 那也因為中國上海廠的產能開出之後 帶動整個特斯拉 今年全球銷售量 有可能一倍成長 大概到上看100萬台 OK 我們來看一下吳老師 你怎麼看我們現在這個 中國的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之前討論過很多 中國內優外換一大堆 最近又限電的問題又來了 對經濟的衝襲有多大 那麼最近呢這個出現了一個 人家形容他 羅斯季辛吉的密使 這個是高盛的前總裁 到中國出訪 這一次這位密使的角色 你怎麼看 根據報導 他花了六個禮拜 六個禮拜 進入中國大陸 然後在上海是三個禮拜 那北京兩個禮拜 新疆一個禮拜 這樣子 那是第一個 還去的地方都去了 他這個行程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進一步去看 疫情爆發後很多外國人 是不能進來 而且也不能跟官員高層等等 來談話 談事情 那他顯然打破這個情況 所以比較罕見 然後被描寫成 被描繪成 很類似一九七一年那個 季辛吉之旅 這個外電這個描述 其實在我看來是不通的 不對的 對 因為什麼 因為季辛吉是當時 美國最高領導人 尼克森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 然後他是去替尼克森 來安排到中國大陸的訪問 算是破冰 算是敲開紅色中國的門戶 現在這個高層總裁 這個人 松頓這個人 他是要去安排拜登 去中國大陸訪問嗎 不是吧 然後他說是 如果你是當政府的密使 去談事情 那有可能 但是你接觸的是官員 然後告訴你不要去新疆 你還去 顯然這個不是在執行白宮的指令 所以這裡面是有問題的 因為性子不太一樣 而且季辛吉在怎麼說 是政府官員 他不是 他是民間 你要當密使也行 可是看起來 報導可能漏談那個東西 他去的那個時間 我問你 有沒有談孟晚舟的釋放 他在談新疆人權 談氣候對不對 可是那個時間之後 不就是爆發孟晚舟的事情嗎 說不定那個時候 就去談的是這個 然後媒體就沒講 所以我們看出來 現在看他幾個論點 第一個 那個他說韓正講說 那個美國應該把中國 視為一個地位平等的夥伴 他說他們要挑戰美國 對 問題是這樣子 人家美國是你的出口市場 你中國能夠提供出口市場 給別人嗎 可能有一點 但是顯然不像美國這樣 美國是那個開發國家的領導者 技術上市場上都是領導者 創新方面都是 然後你中國要跟人家地位要平等 你拿什麼來跟人家平等 然後現在那個缺電的問題 氣候變遷造成的缺電問題 你發電不一定要靠藍煤 那你的其他要補上來 結果習近平要把水庫砍掉 將近四成 四萬多座的小水庫要砍掉 那水庫可以發電 那你如果有替代那個辦法的話 你才去限制你的那個藍煤發電 這個說得通 然後第二個你藍煤的話 他顯然他是不買澳洲 那澳洲的煤品質好 運費又比較低 然後他從別的地方買的話 運費成本算下去 品質又差 運費成本又高 所以煤價就走高 然後發電成本走高 然後電廠就花不下去 然後就會造成那個電力供應短缺 然後還有個問題 就是他的煤可能要儲存 給冬天使用 所以現在先擠一點 擠一點煤出來 預備過冬用 那合併這些的話 當然你的那個燃料成本上升 發電有困難以後 當然你的那個工業運轉 就停工 那就影響你的經濟成長 那你就估計是下跌經濟成長 GDP下跌百分之零點一還是百分之零點一五 還是百分之二 其實意義不大 因為你當然知道 停工停產當然影響經濟成長 那這裡面還會把它講成說是 我把製造品供應出問題以後 外國市場的那個供給短缺 就會造成通貨膨脹 所以中國是在輸出通膨 修理人家 這些都是歪理 為什麼 因為你目前為止的停工 是兩個禮拜到九月底 那這個十月一號是他的國慶 那很多工程可能趕著那個時候施工 然後那個時候他們要集中用電 其他地方砍一砍 也有這個可能 但是現在 所以我老師你怎麼看這個衝擊 你覺得他會延續多久 目前看起來他關鍵在煤的供應 如果他改變政策 向澳洲採購的話 那煤的供應可能夠了 煤的燃料成本就降下來 他現在燃料成本一上升以後 影響到化肥 影響到農產品 影響到食品價格 最後影響通貨膨脹 然後就影響貨幣當局的貨幣政策 就一連串下來 所以現在那個能源供應短切 像歐洲的話要過冬天要天然氣 那天然氣的話 俄羅斯的天然氣自己也要用 輸出的部分就有所節制 這樣子的話歐洲這邊的那個能源危機 也會出來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 所以這樣看起來連鎖效應很難解 對對對 所以現在看起來 冬天馬上來了 用電量是非常之大的 現在看起來對冬天 然後現在看起來聯準會 美國聯準會所說的通貨膨脹 是短期現象 這個看法要開始被質疑 然後這個東西就牽扯到貨幣政策以後 當然就牽扯到資金移動跟全球金融市場 這樣後續現在聽起來是蠻擔心的 但是有一個角度看就是說 這個東西是短期現象 還是能夠撐多久 有人說會撐到明年三月 但是如果他現在官方公佈的那個停電 那個停工的話 是到九月底的話 就兩個禮拜而已 兩個禮拜而已 你就要把號稱 要把通膨輸出給別人 這個也太誇張了 我們看到這個德國大選結束之後 後梅克爾時代 本來的親中路線會不會有所改變呢 那麼另外這個日本的總理之爭 對我們臺灣的關係 又會發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們現在全世界都關注就是說 因為德國在前幾天進行大選 那大選之後 其實選情反而變得非常的膠著 那因為目前呢 以這個前幾名的得票率來說的話 第一名是這個社民黨 那第二名是基民黨 那基民黨原本是屬於梅克爾的這個陣營 那上一次得票率30多% 那這一次掉到24% 變成是第二大黨 那後面的話緊追的是綠黨 然後是這個自民黨 那這樣以這個德國 他自己本身的這個 他們的這個組閣來說的話 必須要在國會裡面過半 所以現在等於是說 這個社民黨的這個蕭茲 還有這個基民黨 也就原本梅克爾的這個接班人 拉謝特 他們現在兩個都表示說 有要組閣的意願 但是依據這個德國的這個 憲法的規定來說的話 是由蕭茲 他先來取得這個組閣權 那組閣權之後呢 現在是看來他們是沒辦法過半 那過去一段時間其實是 這個梅克爾的陣營裡面 是社民黨跟基民黨 兩個是合作夥伴 但是他們兩個現在有點拆夥 那會拆夥的原因主要在於說 其實對中國的立場 兩個立場是不太一樣的 那現在蕭茲他會選擇什麼方式 他要選擇跟第三大黨 綠黨合作 那綠黨其實我覺得 主要原因是在於說 未來德國可能會變成是 從過去比較親中 會變成是略為反中 甚至反中力量會強 主要就是因為第三大黨是綠黨 綠黨現在變成什麼 你社民黨或基民黨你們兩個不會合 那你要跟我合作的話 你就一定要跟我 你要組閣都一定要跟我合作 那綠黨其實他批評中國 批評的最嚴重 他原本的接班人叫貝爾伯克 原本綠黨的主席 他原本是有機會可以組閣 人家都說他有機會成為 下一任的德國總統 那這次綠黨當然表現不好 但是因為他一直在批評說 中國是獨裁霸權 然後同時說中國什麼人權的問題 他批評的非常嚴重 所以無論如何在未來的 這個德國裡面的這個組閣 不論是誰組閣 綠黨扮演狀況角色之下 他抗中路線大概是 變成是未來的主軸方向之一 這是不會變的 好 那講完德國的這個選情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這幾天要進行的 這個自民黨選舉這個總裁 那總裁來說的話 因為根據目前的這個狀況來講的話 他們幾個包括說像岸田文雄 河野太郎 高士藻苗這些人 大概沒有一個人能夠在第一輪的投票裡面就會過半 因為過半來說的話 以這個自民黨目前的整個三百 要三百八十三票才能過半 目前大概沒有人能夠過半 沒有人過半的話 依照目前的規定是由前兩名 進行下一輪的這個投票 那如果依照這樣的投票的規則來說的話 可能會出來的是兩個人 一個就是河野太郎 另外一個就是岸田文雄 目前兩個首輪孤來說的話 應該是他們兩個是會站在這個前面的兩個人 好 那他們兩個人來投的話 實際上以兩個的立場來說 岸田文雄他是屬於算是比較 這個過去反中是比較明顯 那河野太郎反而是 因為他的父親的關係 他的父親河野陽平 過去被他認為說是 他就是親中派的這個代表 所以現在其實假設這個河野太郎 能成為這個未來的首相來說的話 你看這個他目前的民間聲望好 但是他的黨內聲望是沒那麼好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他過去是比較親中 所以他跟安倍跟麻生這些 目前的現有的 這個自民黨裡面的重要人物來說 他關係沒那麼好 所以他跟安倍跟麻生這些目前的 現有的這個自民黨裡面的重要人物來說 他關係沒那麼好 所以我就講嘛 你看這裡面就講到說 他的親中的血脈 就是主要就是因為河野太郎的關係 另外一個就是因為他的這個 最近也被人要爆出來說 他們在家族好像有在中國 大陸投資這個公司 公司裡面來說好像也有 中國的這個高官 他們有在跟河野太郎 他們在做這個生意 所以當然很多人在質疑 他的這個對中立場 他最近也開記者會說 沒有… 我們絕對沒有跟這個中國做生意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也講了很多挑釁中國的話 就是說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以目前的整個自民黨的氛圍 或是日本的氛圍來講的話 無論選出自民黨的總裁是誰 他的抗中路線 目前的安倍路線 大概是不會改變的 好 那除了這個 德國跟這個日本的這個 這個未來的總理跟這個 這個的狀況之外 現在其實大家更關心的是這個 也就是說目前在台灣海峽 尤其在我們巴士海峽的 東邊這個地方呢 剛好未來一段時間 會有三支這個 算是航空母艦在這邊操演 一個是美國的這個雷根號 他從南海過來 另外一個是卡爾文森號 另外一個是 從關島出發的 伊莉莎白女王號 英國的 他們三個準備在 巴士海峽的東南邊這邊 進行一個 三艘航空母艦的聯合軍演 那很多人都說 那到底為什麼 因為很明顯嘛 劍指中國的這個立場 是非常非常明確的 另外一個就是 英國的這個防衛艦 這幾天來說的話 這個Richmond這艘防衛艦 剛好通過台灣海峽 這剛好是史上 很危險